好 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什麼 手面向的女人很容易嫁錯人 天生來著 沒錯 男怕入錯行 女怕嫁錯狼 所以嫁錯人真的會很狼狽不堪 而且陪著你的青春之外 可能還會負債雷雷 所以什麼樣手面向的女生 要特別留意呢 第一個就是很容易遇到一個 欺騙你的男生 這種叫欺騙相 欺騙相的話就是女生要看鼻子 就是帶有膚心 就是鼻翼比較窄小 而且如果有微微的朝天鼻會更厲害 那我們現場兩位女貴賓就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兩個啊 對 因為你們的鼻翼比較小 但是又比較有一點朝天鼻 就是天真鼻這種的 所以也是某種渣男 渣男之天 對 因為其實像這樣的人 他是為愛走天涯 例如說他這樣的鼻型 鼻翼比較狹小 然後又有點朝天鼻的人 他比較容易遇到一些夢想家 這個男生如果說太為夢想而活的人 然後又遇到時運不濟 這個男生啊 時運不濟的話呢 他可能就會兵敗如山倒 而且明明就 明明知道他做事業不會成功 但是還要一直硬要去投資 硬要去做 結果賠了一屁股債之後呢 像這樣的女生呢 他本身沒有彩庫 他必須要扛債 然後去背這個家庭 所以呢比較容易被騙啊 但他被騙是因為他不是 或許不是看這個男的長得帥 而是覺得可能他很有才華 他某一個點吸引到他 然後他就會一直很專情在付出 所以別人看他呢 覺得說你的眼光還真奇怪 但是他自己覺得他很厲害 就有這種問題 那離過了之後 然後上了40之後會比較好嗎 當然是因為那個經驗的累積之後呢 當然會更好 當然如果說呢 要看一下你的人中 如果像這樣的鼻翼呢 要配合人中跟嘴型 如果說有這樣的鼻子 嘴巴一定要大一點 他才會學乖 像這樣的鼻型呢 真的要配合他的嘴型 如果他的嘴型 尤其他的牙齒 內血糖呢 不夠整齊的話 他真的一直會很執著下去 可是在座兩位的那個貴賓呢 其實他們的牙齒都還蠻漂亮的 然後嘴型也都還算蠻大的 不是就是比較有鈴角嘴那種感覺 所以到晚年的話呢 還是會比較學乖一些 因為瞎髮 那第二個呢就是比較急躁的 這種的女生呢 就是屬於眼睛狗到辣辣 跟他叫不要 但是他硬要 眼睛有業障 這種急躁向的 急躁向長怎樣呢 就是要看眼睛 眼睛呢比較突出 或是比較有三百眼睛 其實有時候他就個性天神叛逆 你跟他講說 老師跟你說這個八字不合 但是他說誰說不合的 我們兩個明明就打得很火熱很恩愛 但是硬要在一起 耳朵很硬 而且呢他硬要結婚 硬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那在一起之後呢才知道說 原來他真的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所以像這樣的人呢 他比較自我衷心 做任何事情 包含婚姻也好 做事業也好 他都是很急躁的決定 例如說他像那個很喜歡要結婚 偶像劇開始很風行的時候很浪漫 但是呢他這樣的人 他就覺得我一定要貿然的投入婚姻 因為現在敢潮流嘛 尤其今年桃花年 桃花年呢最多閃電結婚 閃電離婚的事件特別多 那像這樣的人呢 特別會搭上這種桃花年的列車 然後可能去閃婚 甚至閃電離婚 所以有時候他比較不經思考 做一些讓他很後悔的事情 所以有這樣的眼相的女生呢 一定要特別留意 那第三個呢就是爭吵文 如果你的首相呢 有一個呢結了婚之後 會讓你爭吵不休 那像這樣的首相就是 要看一下你的 智慧線跟感情線 如果你的智慧線呢 就是我們中間這一條 叫智慧線 感情線呢 就是最上面的這一條 叫感情線 然後這兩條線中間呢 如果有一條橫文 這樣橫切 或是連在一起的 有這樣劃破的話呢 代表就是說呢 跟另外一半呢 在用錢方面 或是教育子女方面的理念呢 特別容易不合 然後呢像這樣的人呢 特別會有一些 意氣用事的一種做法 例如說兩人爭吵 但是他忘記說 其實吵架呢 都不是講 講的話都很難聽 然後其實免那個心 可是他們聽到 這種難聽的話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那我們離婚吧 我們如何如何如何 做出一些很 讓他覺得也很衝動的決定這樣子 所以像這樣的理念不合呢 爭吵不斷呢 常常會發生在這個家庭當中 然後會影響到小孩的教育 然後可能小孩呢 會因此而產生一些很自卑啊 很自閉啊 然後整個家庭的那種氣息呢 都用得很糟糕 就是這種父母 要特別小心 那第四個的話呢 就是分離婚 如果有這樣的手相呢 通常呢他的婚姻呢 最終都是分開到 好那這種的話呢就是 婚姻線 後端呢斷斷續續的 婚姻線呢在我們的小指頭的下方 這條橫紋呢叫婚姻線 如果你的婚姻線呢 的末端啊 末端就是靠近這個無名字的下面 末端呢斷斷續續 或是你的婚姻線非常的短處 婚姻線短代表你的感情呢 很容易無疾而終 一直愛情長跑 但是呢不會有最終的結果 或是你的戀愛的那個壽命很短 那另外呢如果這個 斷斷續續的話呢 代表就是說呢 你的感情呢 比較容易遇到複雜的人 例如你可能不小心 就成為人家的小三 然後追求你的呢 都是有一些 可能他欺騙你啊 以為他自己很單身啊 然後很清白啊 但其實他是最花最亂的 所以像這樣的話呢 特別容易呢 感情的路途呢 比較顛簸 那像這樣的首相的話 通常呢就是 越晚結婚越好 如果你有這樣的首相呢 我會建議你 男朋友可以多交幾個 但是不是花心喔 不是自己去當 人家的那個小三 經驗累積多一點 對 因為每一段 你可以很認真地談 但是呢 你當然一定要從一而終 所以就是說 這個段談完之後呢 你下一段你可以多交 不要對愛情回心 這樣你多認識朋友之後 你的智慧還有經驗累積了 自然以後就會幫助你如何判斷 然後這個也會幫你 斷斷續續的問題呢 也會幫你補起來 所以這樣 手面向的女生呢 在挑對象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多聽朋友 或是有經驗的人的意見 不要冒然形式 自然就會幸福囉